我們一年花了兩百多億 成立一個訴發部 被大家質疑 笑說 他只會賣面線 個資外卸他都沒有在管的 就沒想到又爆出一個更大的 現在健保署居然傳出大官員 前祖祕 葉馮明 也就照片上這一位 他跟現任的 健保署的承保組的科長 謝玉蓮 還有包括這個承保組的 另外一個科長 李仁輝 這兩個是現任的 這個是大官 前祖祕 三個人長達十三年來 居然賣飯了我們這些 健保的還有包括保險人的個資 所以你的身分證 地址 電話 包括你看過什麼病 通通都外泄了 到底多少人受害數量太多 多到還沒有統計出來 那現在更可怕的是 連警察 調查官 移民署的官員 通通都在裡面 所以本來他們辦的是 違反個資法 現在多了一個 叫做國家情報工作法 十萬元交保 意思就是說你可能是間諜 不是那麼簡單的各自外泄 當然現在 這個健保署就被罵了 寫了一個聲明稿 不痛觀仰說我們一氣 什麼誤網誤眾 一定會查辦什麼什麼 講了一篇大廢話 連民進黨立委都很生氣 陳廷菲震怒 他說我好驚訝 怎麼會歷經十多年來 而且有一個重點 他是檢調偵辦 我們看到上面這個地方 調查局 新北市調查處 他獲報 所以不是我們這個政府多厲害 是那麼窩囊反 可能沒有擺平他們的利益 所以裡面的人舉報的 所以十三年來我們這個政府 像是一個失能的狀態 完全沒有辦法偵查出來 立委賴香檸還講說 你前陣子才發生 兩千三百萬戶 戶證的資料各自外泄 這個事情還沒查出一個真相 現在居然還出現更糟糕 更敏感的健保的資料 會往外泄出去 這個陣子政府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偉大的唐豐到底在幹嘛 書發部成立了五個多月 花了兩百多億 兩百多億大概也花了一百多億了吧 你到底做了什麼 然後網友說乾脆兩百多億 再來還稅給還稅漁民了 這個狀況真的是不可思議 這個兵哥怎麼看 唐鳳管這些嗎 他沒管 他現在跑到立陶宛去了 去參加 對啊 去立陶宛參加又有一個什麼 民主什麼數位論壇 亂七八糟的 反正他現在什麼行動 都一定要跟民主有關就對了 所以我乾脆去立陶宛賣面線 不要再回來了吧 搞不好我會紅 對啊 我覺得這樣還比較好 搞不好你幫我們爭取一點外匯 都比較好 因為你根本是個廢物 完全沒用嘛 說真的 到底這個部長要幹嘛 我們的個資洩漏這麼厲害 請大家注意 民進黨最近這一陣子 一直在跟我們認知作戰說什麼 TikTok很危險 上TikTok你的個資 全部都會被洩漏 我們幹嘛擔心TikTok 我們早就被你政府官員洩漏光 內政部也洩漏 健保署也洩漏 還有哪個單位不洩漏 你們通通在洩漏 所以我就覺得 還沒抖音就抖光光 是啊 你幹嘛擔心抖音 抖音就覺得我很冤枉 莫名其妙 你們自己都洩漏 你們自己洩了一塌糊 對啊 你自己都洩漏 還在懷疑我 你到底是怎樣 請大家試想一件事情 第一個 剛剛耀州已經講 這是因為他們內部有人不爽 所以把它抖出來 不然的話我們可能一輩子 都不會發現這件事 這是一個 其實這就跟毒品案一樣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毒品案 其實都是互咬 或是有線人舉報才出來 那第二個 他已經十三年了 十三年這代表什麼意思 假設他是匪諜 我們整個國家已經被人家 全部看光光了 真的 你根本也不用 我們騎士以後全部都可以攤開來 因為老公已經全部知道一清二楚 那蔡英文很厲害 他還知道不要去健檢 不然他資料就外洩了 是啊 所以你看蔡英文總統 多久沒有告訴我們這個健重 身高體重 對 再來講他健檢報告應該要公諸天下 結果他都沒講 所以表示蔡英文總統 是不是早就知情了 知道有人臥底 是不是這樣子 我不曉得 而且請大家注意 他們都說不是他們的錯 你健保這一個 這一個到現在塵埃沒有 其實還沒有塵埃 他只是交保而已 而且交保金額如此之低 對 才十萬 比高安那個公基金 表示他嚴重性只有他六分之一 對 高安又不會影響到我 但這個會 重影響到全民 高安只不過是一個小氣的灌老闆 然後去扣一下主流的錢 對 但這個會影響到你跟我是所有人 然後這個才十萬 所以表示他們認為這個非常不重要 那我們自己對整個資安的態度 都是這樣的話 那你覺得我們的資安會好嗎 不要忘記 內政部到現在他洩漏我們資料 到現在還不認 都說跟他們沒關係 都說不是他們幹 那我們整個國家 資安爛成這個樣子 真的不用什麼保密房碟 說真的以後我們就直接 全部沒根直接寫在臉上好了 因為早就被人家看光光 我好奇的是他賣給誰 因為北京在做很多情報的人 對我們台灣的一些重要的軍政 軍事 將領 然後這個政府官員 重要的民代的健康狀況 他們非常常掌握 健康狀況掌握是誰 健保署的所有資料都可以再進去 打電話 打謝澳洲進去 飄巴巴 你在什麼地方拿藥 生了什麼病 看了什麼醫生 一清二楚 所以他這些資料到底是賣給誰 如果是一般的人頭集團 那就是刑事的部分 如果是賣到對岸或其他國家的情報單位 那不得了 我吃光我要問一個問題 這個事情今天也是我看了一頭霧水 我們的警專 培養我們警察大人的警專 居然有出現 他們的學校讓他們學校的幹部 包括中隊長 區隊長幹嘛 成立一個所謂的網巡小組 網巡小組幹嘛 在低卡上面 如果我看到有人罵警專 就可能要用非正式的方式 去駁斥他 甚至要舉發他 結果現在有他們的同學 有他們同僚裡面 女的 出來說我被這幾個 包括中隊長 區隊長 還有包括訓導 都是重要的幹部 被他們在網路上罵 然後這些人就是所謂的網巡小組 結果要打官司要花24萬元 結果警專說 因為他們是執行公務 所以被人家告 所以24萬塊是要用納稅人的錢 來付 這個就是幫他們打訴訟 那這些是要用非官方的民意 貼近學生 導正 導正他們正確的風向 這不就是拿我們的錢 去養網軍 而且網軍還去鬥自己的同學 打官司訴訟了 還用納稅人的錢 我覺得這幾個人 會不會知道他們是不是在做網軍的工作 而且你知道導向要怎麼導 那你的導向的材料 而且什麼風向才是對的 到底誰指揮他們要導這個 導中的謝奧州很帥 還是謝奧州組織得很棒 可以不用例子以我當例子 還是兵哥長得很帥 他講話很惡毒 他到底要導什麼 你先給他材料 否則的話 你警專生在網路上 頂多搜一搜 比如說什麼販毒的 我看到都以為是 共產黨的故事 是啊或是販毒的 或是查一些有關刑事案件 或是導致他們不要被騙 一般說警察的網尋都在尋這個 或什麼比如說什麼色情的 比如說詐騙小朋友的 這一類很多警察在做這個事情 但是說導致什麼風向 導致輿論的風向嗎 還是導致說這個風向 不能去罵警察局長 不能罵警政署長 還是不能去罵說這個 這個內政部長 跟警政署長的內鬥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要講清楚 那許律師多少錢怎麼付 也要講清楚 這個故事很扯嗎 還有更扯的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